今天是10月14号 我们再次来到了关道 许家村这个梁玉潘大哥的弟弟 看这小房子还在这 我来到这个大哥可能去卖苹果了 这里面人应该是去下边市场卖苹果了 我们一个月之前来这个大哥的弟弟 当时苹果个头住很大 当时还没摘袋 我们过来看一下 目前已经开始苹果开始摘了 开始卖了 就随便一拍 大家可以看一下 用大力丸的这个富士苹果 大家看一下 看一下这个个头 看一下这条纹的 看一下 8590的都是 随便找一个 你看这个苹果 基本上全是大个头的苹果 看 随便拍一下 你看这个苹果 这都是90的 高庄的 大家一看就行了 你看 这苹果个头特别好 然后也没有病 你看 苦豆病啊 绿啊都特别少 你看 上色你看 颜色上的特别漂亮 看 就沿着路边 沿着路边 往下 往下 往下找着 行了 你看 就随便一个汁 这个汁能小点 这个汁一看着都像是85的 8085的 就像85的居多 刚才那个汁全是8590的 你看 你看这个苹果 这都是90以上的 你看 你看 你就看就行了 看着和这个车钥匙一比 80的都很少 全是8590的 就沿着路边 咱沿着它这个地头 往下看 你看 上色上的也特别漂亮 看就这个苹果 用大地丸的苹果 效果刚刚